2022年9月27號 慈濟與台積電和花蓮信政府 簽訂0918 再後復建合作備忘錄 協助修建受創嚴重的民宅 以及四所學校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統計也鑑定的 受損的民宅大概有370戶 昨天正式人員進駐 御理證跟副理箱 我們就開始去做會看 那現在大家會看的大概二三十家 同一時間邀請建築工程專業人員 加入修繕志工隊 我本身就是說很健康 聽到我們這裡有地方要討厭 沒有辦法報名再三個來 來得及這樣 不會累 不會啦 因為習慣 是啊 本來我這是做生理工的 有很多的東西才有工具 都這裡就變好 十一月六號第一階段工程圓滿 志工動員超過兩千人次 修繩完成150戶 育理禁師堂舉辦儒素 護身祈福會 志工與相親互道感恩 三天就完成了八戶 每一場完成之後 都有師兄師姐 還跟我們的李明 何時說感恩 2006年9月27號 瑞士日內網 第15屆聯合國難民署 與非政府組織大會 此季應邀參與 由馬來西亞代表與會 因緣源源自於2004年 此季與馬來西亞聯合國難民署 合作的難民援助計劃 在馬來西亞 是為逮捕人員 因為馬來西亞 沒有簽署聯合國的法案 但以此 沒有任何逮捕人員的法案 以為逮捕人員的問題 透過多次的合作 馬來西亞聯合國難民署 向位於日內網的總部 推薦慈濟吉隆坡分會 為大會參與單位 慈濟跟聯合國難民 最高專員署 一個合作 邁向一個里程碑 見證了慈濟的付出 在國際平台上 再一次獲得肯定 1996年9月27號 菲律賓慈濟志工 和崇仁醫院醫師 志工30人訪問團 參訪花蓮慈濟之液體 在慈濟精涉中秋節晚會同樂 希望這樣永遠永遠都祈禱 很快樂 謝謝大人祝福 崇仁醫院與菲律賓慈濟 1995年啟動聯合下鄉醫診 我們每次到外面去醫診 我們都是找一個學校 暫時用他們的教室 所以雖然這個不合理 以前我們做的事情 直接做壞 特別是我們的老菩薩 到目前我還是記得 開刀完有時候病人要吐 沒有紙沒有什麼不 他是用手 用手 誰會這樣做 醫師志願投入服務 在1996年的尋根之旅 度過生平難忘的中秋節 也延伸到之後 國際慈濟人藝會 年年在台灣的中秋之約 在1996年的尋根 在1996年的尋根 在1996年的尋根